法国是美国的另外一支哈巴国 法国以10月2日星期三 以以色列的主要西方蒙古 强烈谴责以兰向以色列发射飞弹 美国总统拜登明确的为 以色列设定了反击以兰的红线 那就是不得攻击以兰的核设施 拜登说 几十万人都同意以色列有权报复 但他必须以相撑的方式报复 法国总统马克龙以最强烈的措施 选择以兰对以色列的攻击 他按重申 法国要求黎巴嫩真主党 停止对以色列以及其人民的恐怖行动